好,我要确保优质米生产安全让消费者安心 县福农业处长吴坤如在好事多的矽焦白米事件之后呢 亲自视察花莲各大小粘米厂 对于各大米厂借由电脑科技为粘米过程来层层把关 对稻米品质的重视表示送到消费者手上的每一包米 绝对是安全,品质又好 跟着福利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以及粘米厂长引导说明 县政府农业处长吴坤如仔细寻查整个粘米过程 确保花莲优质米的品质与安全 消费者都可以安心使用 总干事张素华指出 透过电脑科技机具的筛选层层把关 使得福利米市场销售并未受到好事多矽焦米事件的影响 反倒是更受消费者的肯定与青睐 农药检测 碎掉的被抖的这些米全部都会塞出来 这样才会进到我们的成品的仓库里头 然后才开始分析包装 所以我们有五道工序 县政府农业处长吴坤如在好事多矽焦米事件后 为了确保花莲优质米的产制安全 亲自试查卸内各大小粘米厂 从福利转试查玉西地区农会大于粘米厂 和总干事蔡宗翰就稻米碾制过程的品质安全把关进行交流 这个玉西农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标志 它有一个白米然后写一个玉西这样子的情形 那我们基本上玉西农会出来的品种 它都会它都一定会有类似像这样的标签在上面 实际走访各农会粘米厂了解花莲优质米的产制过程 不论是五道筛检关卡还是五层封闭式的产城 无一不是严格筛检层层把关 保障农民也对消费者的食安负责 县福农业处长吴坤如也高度肯定 所以我们借由这一次来关心各地方粘米厂的一个状态 再次让消费者去明白我们对于米来出厂的所有动作 都是非常重视的 那送到消费者手上的东西一定是确保安全品质又好 这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去确保的一件事情 打出自由品牌及商标 消费者认清农会出厂的花莲优质毫米 就拥有最佳的保证 而现政府农业处长吴坤如也走访各农会粘米厂 也将积极辅导及协助农会将设备太久换新 提供全国消费者最安全优质的毫米 记者是玉兰在玉里副里的采访报导